静雅思听 让智慧也动听 读者蓝珊 至多拉A梦最好的朋友溯源 今天应该是溯源上学的日子 好想问问溯源怎么样了 老师们可怕不可怕 有没有小朋友欺负溯源 有没有很多小朋友说 想要和溯源做朋友 有没有告诉他们 多拉A梦是你的好朋友 真的好想知道呢 昨天我失眠了 因为太想知道溯源 是不是和小朋友们 一起玩得很开心 希望溯源能够尽快写信告诉我 听说溯源今天八点去上学 所以我七点半便起床了 因为我希望和溯源一起起床 给溯源加油打气 我一直在心中为溯源加油 不知道溯源感受到了没有 我相信溯源能够感受到 如果溯源答应给我保守秘密 那我就告诉溯源一个好消息 为了溯源能够尽快交到朋友 多拉A梦我决定明天 给小朋友们买冰激凌作为礼物 明天你上学 溯源就可以告诉他们 知道了吗 就说多拉A梦会来 会带溯源最喜欢的巧克力冰激凌来 我会买一个大大的冰激凌 所以溯源可以骄傲地告诉他们 希望溯源妈妈能够快点来 这样溯源就能快点看到这封信了 看到多拉A梦和冰激凌 小朋友们一定会更加喜欢溯源的 虽然我也有一点害怕老师 但为了溯源我会勇敢的 多拉A梦不会和其他小朋友做好朋友 因为多拉A梦的好朋友只有溯源一个 好期待明天 希望溯源能够和其他朋友相处愉快 今天会有一位帅气的叔叔过来 他也很喜欢溯源 还会听我讲溯源的事情 只不过每次他来店里都会很忙 不过即便这样我也觉得很好 因为可以尽情地跟他聊溯源的事情 到时间了 那位叔叔要来了 我们明天见 我爱你 溯源 喜欢溯源的好朋友多拉A梦 溯源至多拉A梦 今天我真的好开心啊 朋友们都围在我的身边 仿佛我就是主人公一样 他们还夸赞我的衣服和鞋子 特别是多拉A梦上次送我的书包 他们都说很漂亮 但是今天我和妈妈吵架了 因为带子的事情 妈妈不希望带子露在外面 可这样一来 我的肚子就会看起来很古 但万幸的是 朋友们看到带子后 也没有什么反应 今天上课的内容 妈妈提前教会了我 所以老师叫我发言的时候 我回答得很好 还得到了表扬 真的好开心啊 朋友们问了我的电话号码 说要和我一起上补习班 到我家里来玩 啊 今天我告诉他们了 说我和多拉A梦是好朋友 但他们让我不要说谎 这让我有点不高兴 你说明天会带着冰激凌 来学校看我 真是太好了 如果多拉A梦亲自跟他们说 他们一定会相信的 一想到明天就能见到你 我就好高兴啊 老师也会喜欢的 老师对我可好了 但是放学的时候 其他小朋友的妈妈 都用奇怪的眼光看着我 他们皱着眉的样子 看起来很可怕 要是妈妈没有那么快来 真担心他们会说我 明天我也要比其他小朋友 早回家 因为其他小朋友的妈妈们 好像并不喜欢我 难道是因为看到了 我肚子上的带子吗 有一点担心 但是没关系 如果多拉A梦来了 其他小朋友们的妈妈 也会喜欢上我的 他们知道了你是我的朋友 一定就会喜欢上我的 明天你一定要早早过来哦 我会告诉所有小朋友的 明天还要上学 我要早点睡了 好想你 多拉A梦 最喜欢多拉A梦的 溯源 老婆 今天是溯源去上学的日子吧 我现在一点也睡不着 就只好看电视 换台的时候 我看到了一部熟悉的电影 叫《狼桥一梦》 记得这是和你一起看过的片子 所以我看了很久 片子里有很多 让人生气的地方 很想让人换台 可因为有感动 我还是没有按下遥控器 电影中的老爷爷和阿姨 就像我和你一样相爱 让我止不住流泪 我差点就忍不住 给你打电话了 但是一想到溯源 可能还没睡 一定会问我 为什么哭 就只好放弃了 老婆 我们结婚了 所以才有了溯源 我爱你 也爱溯源 但是现在很奇怪的是 现在我每天想的只有溯源 可你知道 我爱你就像爱溯源一样多 今天我只想给你写信 我是溯源爸爸 但今天我想做溯源妈妈的老公 看着看着电影 突然心里很难过 弗朗西斯克说了这样一段话 决定和某人结婚生子的一瞬间 从一方面来讲是爱情的开始 但从另一方面来讲也是爱情的结束 为什么这句话让我想到你 并令我大哭不止呢 很想追究下去 但害怕我会说错话 还有一句话 十分触动我 弗朗西斯卡的话 正是我想对你说的 虽然他不在我的意识中 但我总能感受到他 而他也总会在那里 听到这句话的那一刻 老婆我好想去找你 老婆我爱你 我也爱溯源 我这么爱你 但为什么没有像想溯源那样 总是想着你呢 就像我刚才写的 每次想到这句话 我都想到这样问自己 这只是我的突发之想 虽然没有头绪 但还是要告诉你 溯源早晚会嫁为人妻 而老婆你会一生陪在我身边 我认为会是这样 老婆你会一直在我身边 所以这样看来 溯源在我身边的时间 要更短一些 不是吗 就像零食和冰激凌 同时摆在面前 大家都会先吃掉冰激凌一样 零食不会变少 冰激凌却会迅速融化 大概就是这样吧 我这样说对吗 就像弗朗西斯卡所说的 虽然你不在我的意识中 我却总能感受到你 而你也总会在那里等我 不是吗 不知道这样比喻是否正确 总之就是类似的感觉 老婆我会一直爱你 就算我大脑忘记了你 我的心也会一直记得你 溯源妈妈的老公 溯源爸爸 静雅思听 智慧声音 智我的老公 溯源爸爸 今天发生了很多事 既然你特意为我也写了一封信 那我自然也要为你写一封信 南乔一梦 电视上放了这部电影吗 这可是一部很老的电影了 记得我们去看电影的那天 还发生了一些小插曲 那天我可是差点就说分手了 不知道你是否还记得 那是一个炎热的夏天 你站在约定地点等着我 但我坐了反方向的车 下车后我只好又乘公交坐了回去 你就这样在那里等了将近三个小时 虽然我给你留言 叫你找个地方休息一下 但你赌气似的站在那里 想要看看我究竟能晚多久 下了公交车后 晕乎乎的我不顾一切直奔着你跑去 但你二话不说发起火来 问我为什么晚了 为什么这么热的天叫人等这么久 那时你真是错了 因为你伤了女人的自尊心 虽然你想听我向你认错 向你解释说自己听错了地点 可我还是一句话没说 坐上车便回家了 BB机一直在想 我却置之不理 回到家后也没有联系你 那时我真的动了分手的念头 我不能理解你当时为什么会那么生气 我也是辛辛苦苦坐车去见你的 为什么你只想到自己的立场 这让我产生了是否要和你继续交往下去的疑问 但是下午三点多 那么热的天 你就那样跪在我家门前请求我的原谅 我一直没有出去 你也没有离开 就这样僵持了很久后 我还是出去了 但并不是因为我原谅了你 而是妈妈担心邻居会看到 才叫我出去的 出门时我还想着要惩罚你 可看到你大汗淋漓 几乎就要脱水的样子 我就动摇了 这一天也是你第一次来我家 第一次见到我妈妈 还没有向我妈妈问好 你就急急忙忙灌下了一杯水 而后也是要问好不问好的样子 说自己身上不舒服 要去洗澡 你这样的举动 让我和妈妈相对无言 最后还是洗完澡出来后 你才正式向我妈妈问了好 并请求我的原谅 正是这一天 我们看了电影《狼桥一梦》 你厚脸皮地在我家蹭了一顿晚饭 在我送你出去的时候 你才掏出了早就买好的电影票 你不是说想看这部电影吗 虽然时间过了 但是还是有办法能够看到的 我不明白你说的话 而你就这样带着我来到了附近的电影院 电影院里人头攒动 你带着我去排队 当轮到我们检票的时候 你对着检票员问 这是这里的电影票吧 检票员接过电影票说不是 然后又还给了你 这时你居然泰然自若地开始演起了戏 啊 这可怎么办 我们需要重新买票吗 检票员告诉你 要重新买票 可你笑着说 我现在所有的钱 除了车费之外 就只剩下二十块钱了 因为我们是学生情侣 所以并没有什么钱 你一副装算的样子看着我 这是你一直想看的电影 我给你买一张票 你进去看吧 我在外面等你 这让我一下子红了脸 真是丢人死了 但是我也不知道怎的 居然配合你演了起来 我一个人吗 那你就这样在外面等着我 是啊 虽然想和你一起看 但是没有办法 对不起 我在这里等你 看到我们这个样子 检票员叫着我们 让我们先在一边等一等 当所有人都检票结束后 检票员同情地望着我们 你们进去吧 后排还剩了一些座位 我们厚着脸皮表示了感谢 在放广告的时候 我问你 如果检票员不理我们 你会怎么做 而你却一副渐渐的表情 振振有词到 如果检票员拒绝了我们 那我们就在周围走来走去 来看电影的人当中 一定会有人伸出援手 为我们买票的 我相信大家 你的这种推论 让我很是无语 而你的脸皮之后 更是让我震惊 但是这些 却让我看到了 你的另一面 你的乐观 而至于你为什么会哭 那是因为我们还相爱 因为你还残留着 对我的歉意 我不会怨你 不论是你 还是我 都没有资格埋怨对方 我们能做的 只有互相安慰 互相鼓励 希望你不要忘了 我现在所说的话 能够互相安慰 互相鼓励的 便是家人 这部电影 曾经引起了 轩然大波 当然 也有让我感觉 不舒服的地方 但至少还留给我们 只有真心相爱的人 才能体会的名言 由真实故事 改编的这部电影 既让人感到不快 也让人感到心酸 还记得吗 字幕升起的时候 你曾对我说了 这样一番话 没有什么可看的吗 主人公们将出轨 看成是真爱 倒是很适合 无聊的大妈们来看 但是有一句台词 是我想和你说的 我也有 那么我们一起说 我们注视着彼此 同时说出了这句话 这样确定的感情 一生只会有一次 这让我们更加确定 我们的感情 以后也不会改变 出自本能的 一生只能体会到 一次的感情 因为我们感受到了 所以直到现在 我们还在一起 这种感情并不会 随着时间的流逝而消失 你说得很对 因为冰激凌要先吃 所以大家想不到 其他零食 不管怎样 零食都不会因此 就消失不见 我们现在正处在 要先吃掉冰激凌 的时候 当我们想着 其他零食的时候 也许冰激凌 就已经融化了 所以你暂时 先不要想其他零食 现在只想着 冰激凌就好 我不会因此 而感到伤心 或是混乱 因为我十分确定 我们的感情 不会改变 只要你还记得 零食在哪里 就早晚会重新找到它 零食随时可以吃 所以只要你记得它就好 这并不代表你变了 因为零食还没有过期 给一直陪在我身边的 素颜爸爸 用耳聆听 用心关注 静雅思听官方微博 陪伴你 温暖你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